禮拜一告死馬雲鈞 可是馬雲鈞畢竟對不對 在南投對不對 比較搞不清楚北部的生態 他禮拜五受訪他說 你正好這麼有意見的話 去告發我 這種要求我第一次聽到 我聽到這件事情 我先請示我的長官吳征 潔壁集團首領吳征 我問吳征說這個長官 這個有人要我們集團去告他 可以嗎 吳征說可 他批個奉命批可 這個大大的可 那我請律師打到高檢署問 禮拜一有沒有收件 高檢署說有 全年無休 法警會代收 那就好 國防機密是很嚴 我講清楚難念 國防什麼叫國防機密 你在國防部網站 download不下的全是機密嘛 就那麼簡單嘛 結果有的凹不是機密嘛 沒關係 我就把這些東西 全部送給高檢署 讓高檢署來判斷是不是嘛 那如果是的話馬雲鈞就下課 你抵高檢署到 你去把這間GLO公司 抵高檢署到那間GLO公司 郭錫跟他有關 那是2013年 在直布羅陀開的GLO設計公司 就是潛艇的主導的 你去跟兩間公司 抵高檢署到 他就把英國的 一個是倫敦的雜貨店 英國倫敦的GLO雜貨店 一個是直布羅陀 當作直布羅陀的 那個相關的潛艇的 那個設計製造公司 難怪郭錫說他英文不夠 這 真的要告他了 你要告死馬雲鈞 跟馬雲鈞畢竟對不對 在南投對不對 比較搞不清楚北部的生態 他禮拜五受訪他說 李正浩這麼有意見的話 去告發我 這種要求我第一次聽到 我聽到這件事情 我先請示我的長官吳征 潔壁集團首領吳征 我問吳征說這個長官 這個有人要我們集團去告他 可以嗎 吳征說可 他批個奉命批可 這個大大的可 那可嘛 那我就限期我的律師 48小時這個6日 把告發狀寫好 然後呢 那我要問啊 因為禮拜一是連假啊 那我請律師打到高檢署問 禮拜一有沒有收件 高檢署說有 全年無休 罰警會代收 那就好 馬雲鈞有承認他洩密 是錄影檔的部分對不對 我手上有馬雲鈞 整份的錄影檔 我請律師在這個週末 竹字稿處理好誰 連錄影檔 用一個USB加竹字稿 整份遞給高檢署 因為現在他們在凹什麼 他們在凹說 這個錄影檔沒有洩密問題啊 國防部認定沒有啊 好 你說沒有對不對 我把竹字稿弄出來 因為那錄影檔我看過嘛 至少有三項明確資訊嘛 1.SI公司正在幫台灣造潛艦 2.SI公司的負責人叫做Puck 補舞職 3.有2到3批的SI公司來到台灣 來了兩三輪 這個東西是百分之百機密嘛 那有的說不是 那我都尊重 但要搞清楚 國防的機密嚴格到什麼程度 你現在拿個手機走去清潛缸 拍一張照 你的手機都會被沒收 對不對 國防機密是到這種等級喔 還有李倩龍帶著好朋友 去阿帕基那邊拍一張照 是不是全部下課 是 對不對 邱國正那時候也被寄過喔 對不對 還有什麼東西 之前我們的青年日報 是把雷達車的照片 到馬祖的時候 不小心把它貼出來 青年日報社長下課 所以這個真的可寬可鬆耶 國防機密是很嚴 我講清楚難念 國防什麼叫國防機密 你在國防部網站 download不下的全是機密嘛 就那麼簡單嘛 結果呢 有的凹不是機密嘛 沒關係 我就把這些東西全部送給高檢署 讓高檢署來判斷是不是嘛 那如果是的話馬文就下課啊 對不對 所以這種要求我第一次聽到嘛 叫我去告發他 所以你要告他泄密罪 對啊我告發泄密罪啊 還有呢 高檢署已經分案了嘛對不對 我就補充證據嘛 好 但是呢這個潛艦案 國民黨也在等 如果後面是不是有什麼弊案的話 覺得又是可以反撲民進黨 以許巧心為首的集團 你的好朋友 許巧心為首的集團 每天放一點音檔 這算不算泄密 你要不要告他 不是 對我坦白講 這一次我很小心喔 有媒體問我說要不要提供音檔給 不可以 我不可以 因為我不知道 你怎麼不跟你好姐妹講一下 他膽子比較大嘛 他直接公布耶 怎麼可以 你看我剛剛講的那三條 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喔 我才敢講喔 就是SI公司有幫台灣 還有工程師 負責人叫Pan 那都是建築語媒體 我才敢講喔 所以昨天有媒體通知我說 張小哥 你要不要音檔給大獎 我怎麼敢 因為他有9 我跟你講他音檔有9個小時喔 我根本不知道裡面有哪些是 還沒有泄密的泄密碼 清朝偷看公委要挖眼睛的耶 對不對 我怎麼敢拿出來 所以許巧心這樣 我坦白講很閒喔 而且你就算不斷的公布 就算你把國喜塑造成一個大惡人 又怎麼樣 我們從來沒有說國喜是怎樣 他接受到要把弊案了 他就是潛艦國造很多弊案 他打不出個所以難來 所以這條路再走下去 有沒有可能國民黨有機會反敗為勝 不太可能 因為潛艦國造 每一個武器輸出許可 要嘛就是國跟國有震懾輸出許可 要嘛就是國跟國有一種 說不清道不明的默契 最後他就是做出來了 你要講什麼弊案 那如果真的找到弊案 我也歡迎揭發 對我們來說也是抓駐蟲 我也不在乎這種事說 也沒有什麼遮羞布的問題 只是我現在看到一個泄密者 叫馬文君 不處理說不過去 好 來 瑞德 剛剛正浩講到 根據這個大清律律 偷看公文要挖眼睛對不對 那很多人會問說 那徐小青不能公布 為什麼李正浩可以說出他的內容呢 因為在同一部電影裡面有說 假設一下沒有關係 李正浩假設一下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什麼意思啊 徐小青為什麼不能公布一錄音檔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個錄音檔是王小強 就是當時的韓國的翻譯 偷偷在韓國辭姓顧問的說史之下 那麼把他偷錄了郭喜 秘密的對話 非公開的對話 八個月 剪成13個小時 所以他是妨礙秘密罪裡面的 這個證物 那麼如果徐小青把這個 妨礙秘密罪所得到的證物 拿來公布的話 他就是妨礙秘密罪的共犯 那除此之外呢 馬文君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件事 他說郭喜啊 郭喜不是只有這個海軍之力而已 他說郭喜以前是賣飲料跟煙草的 這一點我非常的訝異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的飲料跟煙草 因為他說他是英國GL公司 GL公司就是我們現在說的那個 紫布羅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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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布羅陀這個居委的公司 馬文君說 他是郭喜是賣煙草跟這個相關的飲料 我們提凍結預算一定有講理由 如果今天這個廠商 他成立公司短短48天 他連人才都沒有 他本來是一個倒閉的公司 本來是在賣煙草跟飲料的 他倒閉以後才重新復業 復業以後就是來標我們的 東華民國的潛見 這個我先講 因為那個都有公開紀錄 所以如果像這樣的廠商 他來 因為院長你也是一個 你有醫學背景 今天如果要開一個 換新手術 你會找一個剛拿到48天的 執照的人幫你開 開這個換新手術嗎 如果他找得到好的外科醫師是可以 你抵高倒菜堂 你去把這間紀錄公司 抵高到那間紀錄公司 英國紀錄公司 剛開始1997年成立的時候 是賣煙草跟飲料 沒錯 印度人開的 沒錯 問題是剛好2016年還暫停營業 那不是郭喜開的 郭喜跟他有關 那是2013年在直布羅陀開的 GL設計公司就是潛艇的主導的 你說馬文君犯下這種錯誤 他去給兩間公司 他有付夠的 他就把英國的 一個是倫敦的雜貨店 英國倫敦的GL雜貨店 一個是直布羅陀 當作直布羅陀的 那個相關的潛艇的 那個設計製造公司 郭喜說他英文不夠好 這是他什麼時候講的 他公開講的 他禮拜五質詢的 他公開講的 他禮拜五質詢陳建人 他公開講的 各位 昨天范思品一直跟我們講說什麼 他加南藥磚什麼什麼 我們就是你不要用學經理評論一個人 你不可以 我不許你這樣批評人 結果呢 拜託 拜託 加南藥磚是無辜的 我們就不許范思瓶這樣子做 結果呢 剛剛已經跟大家說了 怎麼會搞錯這種事 王瑞德支持許淑華 支持民進黨的 要選松信區的立委許淑華 沒錯 不是藍島管理副管長王瑞德 要支持管長許淑華 所以你不會那個帝國道菜 你連這個帝國道菜下去 那現在他的策略 這些確實跟鄭浩所講的一樣 為什麼呢 現在不管是許巧欣他們的策略 國民黨 所有出來辯護的都一樣 就是要把郭喜打成是一個 軍火商嘛 軍火前客嘛 然後洩密嘛 然後有沒有 我跟你說 這段有去年1月的有 各位 這些所謂的十幾個 十幾卷的錄音檔 去年1月就拿出來打過一次了 沒有效嘛 我跟你說 郭喜如果你國民黨覺得他什麼 趕快去告發 趕快去告發 我都沒有意見 郭喜的民間人士 而且他從去年1月 就是他們故意用這些東西 來打壓郭喜去檢舉的時候 郭喜就已經離開我們的潛艦小組 那馬文君後來講說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賣煙草 一個賣飲料的到後來 對海軍是陌生的人 未來為什麼可以等於說來弄那個潛艦 我跟你說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郭喜在今年12月9號 即將滿30年的隱清風命案裡面 東尼海軍武或是隱清風 直屬的下屬中校 你知道嗎 所以他在海外有很多海軍相關的人脈 所以才能夠透過 就是因為我們國家沒有造過潛艇被中共打壓 黃曙光發了好多的心思 好幾個路線都斷了 最後只好拜託郭喜 用他在海外的相關的人脈 才能夠找到英國退伍的準將 成立直部羅頭這個 非煙草飲料販賣公司 這家公司難弄成台灣的潛艇 郭喜有沒有功勞 當然有 當然郭喜想不想賺錢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有的話 我這麼大的工夫杯來杯去 幫你用人脈有嗎 幫你做無話無話 我當然想分杯庚 我說坦白 所以事實上 你們如果認為郭喜他是有弊案 我沒有意見 但這件事情的重點 完全不在這個地方 這件事情的重點在 因為郭喜是民間人士 而你馬文君是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可以看到國防外交軍事機密 潛艇飛機什麼東西 你都看得到的 你還拒簽保密協定 保密簽結書 你還竟然把這麼重要的潛艇的資料 竟然直接寄去給這個 比如說韓國政府在台灣的代表處 我問你 我們為什麼可以接受 萬一哪一天你說 他說他要韓國協助調查 有什麼錯 萬一哪一天你說 你要中國協助調查 那你把東西 會不會把東西寄給中國啊 你是一個立法委員 你怎麼會犯下這麼不可思議的錯誤啊